我就想到愛 就是天賦的愛 跟我們的關係 我昨天在家裡包餃子 然後因為兒子每天早上很早起來 女兒要早起來 那我就想那個餃子就 孩子吃了就趕緊 自己家包的餃子可能不一樣 那我兒子就在旁邊 就在幫忙 他就幫忙 然後他也包 包的那個餃子很不成樣 但是呢 我是鼓勵他的 我說 兒子你太棒了包得太好了 媽媽喜歡你包的 你知道兒子說了一句什麼話嗎 兒子說 媽媽是因為你愛我 才喜歡我包的 是嗎 是嗎 我說對 媽媽因為愛 他不是說媽媽因為你愛我 是媽媽因為你非常愛我 你很愛我 你才喜歡我包的是嗎 我說對 所以其實很像 我立馬就想到 神的對我們的愛好 其實神是因為愛我們 我們無論做什麼 他還是愛我們 我們不要負在律法 律法裡面 說我這個可能做得不好 神就不愛我 那個做得好 我表現好 神就更愛我 不是這樣子的 神永遠愛我們 永遠愛 只是你自己 你的靈體會有敏感 你有感覺 哇 那個可能做得不好 太好 神的使用 那我趕緊改 所以神愛我們 真的 神太愛我們 因為神化每個人都想要 要煩惱 你們 可以 明天